狼人杀大家都听过吧 每个玩家分配不同身份 通过不断试探猜测推理 最后找出所有敌人获得胜利 平常的游戏中我们可能只需要动动脑子 但要是游戏变成真人版 出局就会牺牲性命 那你还敢玩这样的游戏吗 今天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被称为真人版狼人杀的科幻片 暗杀游戏 白老头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掌门人 由于生活太过无趣 他创造了一款名叫暗杀的真人直播游戏 游戏规则很简单 一共11位参赛者 其中有9位是平民 另外两位则是杀手 参赛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出所有杀手 平民获胜 或者平民全部被杀手暗杀 杀手获胜 获胜者将会获得10亿卢布的奖金 而失败者将命令真实的死亡 全国无数观众都在关注着这场死亡直播 电脑接受完规则后 给每个人随机分配了身份 接着游戏便开始了 首先是自我介绍环节 众人做了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 接着他们得选出第一位杀手 金发美率先发难 他认为光头小伙很可能是杀手 因为光头小伙参赛前是一名罪犯 他来这儿就是为了争取释放 一旁的胡扎哥联盟硬核 他也觉得光头小伙是杀手 就在此时另一名罪犯刀巴哥开始说话 他认识金发美 金发美以前是个跳舞的 后来因为车祸而双腿残废 为了筹钱做手术 他才过来参加比赛 胡扎哥是金发美的追求者 所以才会帮着他说话 众人觉得金发美不太可信 于是第一轮投票中 有六人把杀手候选票投给了金发美 按照规则票数超过一半 投票便被认定有效 金发美将接受死亡惩罚 不过最后系统却显示 金发美的身份是平民 之后金发美被传送到一片森林 被洛雷送去领了盒饭 金发美隔屁后 游戏时间来到了第一个夜晚 杀手暗杀了刀巴哥 接着便开始了第二轮投票 小帅开始发言 小帅是个天才少年 有着非同反响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他认为真正的杀手其实是胡扎哥 没想到胡扎哥不仅没否认 反而承认自己就是杀手 而另外一个杀手正是小帅 原来上一轮投票中 最后一个投票给金发美的人正是小帅 所以他才想要报复小帅 之后众人发起投票 胡扎哥得到六票 然而系统却显示胡扎哥是平民 照规则他被传送到死亡空间 在那里成了鲨鱼的事物 剩下的九人开始第三轮投票 这一次大家把目光对准了前任军官 军官由于一次指挥失误 导致无数新兵失去生命 从那以后军官的脾气就变得异常暴躁 他的暴脾气让大家觉得他就是杀手 于是都将选票投给了他 然而系统显示军官也是平民 之后军官被传去战场 被几名士兵中解 游戏时间再次来到夜晚 这一次杀手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卷发妹 卷发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由于酗酒 最后事业失败家庭破裂 现在被选为暗杀对象 他也算是可以解脱了 在临死之前 他向光头小伙坦白了一个秘密 当年光头小伙被人诬陷脚架 最后进了大牢 而那个做伪证的人正是卷发妹 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祈求光头小伙的原谅 之后便被传送到一架飞机上 在空难中拎了河发 现在游戏还剩下六个人 他们需要进行第四轮投票 这一次大家的投票起了争议 小帅被投了最多的三票 但是按规则 票数必须超过一半游戏才能继续 就在游戏陷入僵局之时 小帅却改变选票 将票投给了自己 而系统显示 小帅确实是杀手 那他为何要自己招工呢 原来小帅是这档节目的制作人之一 他希望能改变这个荒谬的游戏 所以才选择了自我牺牲 第四轮投票结束后 时间又来到晚上 这一回被证明无罪的光头小伙 被杀手暗杀 他被传去刑场 被警察乱枪打死 现在游戏只剩四人了 其中包括一位杀手和三位拼命 工程师把矛头指向了 帽子哥和黑发姐两人 就因为在参赛的前一天 他看到两人像情侣一样 在一起闲逛 两人可能是串通好了 过来参赛的 最后工程师和富翁老头 将票投给了黑发姐 不过帽子哥自然不会这么干 游戏再次陷入僵局 这次游戏统随机选择 谁是杀手 最后系统选中了黑发妹 就在黑发妹要被传去 死亡空间的时候 帽子哥也跟了上来 两人被传送到冰层之上 帽子哥一阵狂奔 接着和金发妹 跌落到一个荒漠之中 那里有很多的岩浆蛇 还有一只巨大的岩浆怪物 帽子哥在躲避之时 发现怪物怕光 于是他摘下怪物脖子上的镜子 最后将怪物烧成了灰烬 两人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个孤儿院之中 那里就是黑发妹 小时候待过的孤儿院 他一直被自己的孤儿身份所困扰 帽子哥鼓励黑发妹 去想象美好的未来 终于成功救下了黑发妹 接着白老头出现在死亡空间 他告诉两人 这一切都是他策划好的 因为大家对死人游戏已经厌倦 他需要让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才会有了这次成功的拯救 随着帽子哥和黑发女的出局 最后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原来身患癌症的工程师 才是真正的杀手 按照规则 只剩下一位杀手和平民时 杀手自动获胜 获胜的工程师拿着大笔奖金 和家人度过了最后一段幸福时光 而另一边 帽子哥仍然在策划着下一次比赛 他立誓要改变这个荒谬的游戏 整部影片到此便结束了 这个片子给人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本来以为会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好戏 没想到导演想说的却是人性故事 结尾还强制性升华了一下 只能说处理的差强人意吧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玩狼人杀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